好 頭上的毛綁完後我們再來就是綁眼睛 眼睛這裡其實我們就一樣用物件 Shift S Cursor to Slap 然後再來把我們骨頭綁到眼睛的中心 畢竟我們眼睛是圓的嘛 我們就直接這樣子骨頭就可以綁定到他身上 但是現在目前遇到的 問題就是我們現在眼睛我們之前的權重 我們是直接綁給我們的 stretch bone 那我們現在是否要直接把他綁到眼睛上呢 我們把他改成I Y I left 我們來看看會怎麼樣 因為這個眼眼睛的骨頭也是有綁定到stretch bone上 我們來看看他是不是可以用 G Skill 發現沒有問題 Skill上下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來看看 旋轉 這裡都是沒有問題的 眼睛 Rotate 也是正常 好 這樣子 放起來是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們眼睛 全中我們就把他 綁到眼睛上 好的G我們先 將 模型回味 好接下來我們 既然這樣我們現在來綁 綁定我們的 眼睛 眼睛 主號我們 shubd idmo shubd y 我們做一個 把改名叫 L I T L Target 我們的眼睛 我們的眼睛 Pose 我們 Constraint Tract to 我們選到我們的 Target 好 這樣子的話我們的眼睛 這裡 這裡刪掉 這裡就可以控制他的旋轉 好 這裡旋轉都沒有問題 好 像這樣的話我們 右眼我們先刪掉 這樣因為我們之後 左眼都綁完後我們右眼自然就會有了 再來我們要再綁定一個 Shubd 把他移到中間 OK我們這裡重新找一個 by y x 這個pattern給他 Target 這個是bose 兩個眼睛 好 g 來 Pose mode g 這樣我們 就可以控制兩隻眼睛 好 g 這樣我們的眼睛就 綁定好了 再來就是把我們的眼睛 rotation 已經控制了嘛 現在再來就是 複製到另外一隻眼睛 Elim mode 選到 Alt 右鍵 Symetrize 好我們把眼睛也綁定 全種會改回 T-Y-I-R 這樣子的話 眼睛 應該就會跟著 對 很好 Alt g 好 轉 我們這樣Stretch 也會跟著 Rotation G 也會跟著我們一起 移動 好這就是我們眼睛的綁定 用Track2 Track2 我們要看向 我們的Target Track2 Track2 要記得 注意我們的走向 我們的現在上方是 Z軸 然後我們 看的方向是 負Y 屁股往後看 負Y 這是眼睛的綁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